主料,细砂糖60克,鸡蛋1个,牛腩15毫升,迪金面粉30毫升,辅料,可可粉15毫升,热水15毫升,香蕉2根,柠檬汁5毫升,无盐黄油15克,细砂糖40克,朗姆酒5毫升,生糊糖3个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香蕉是皮质筋, 切成1.5厘米厚的片,浇上柠檬汁,平底锅内放入黄油跟细砂糖,以中火加热变成焦糖色后,倒入香蕉搅拌均匀,香蕉软化后四角蒸边缘加入劳母酒快速搅拌关火,取出放入平盘中晾凉,制作可可酱将可可酱材料混合均匀即可,一定要用热水泡,因为冷水或温水,都不足以将可可粉化开, 奶油奶酪至于室温,用汤匙轻压制,高线程度即可,放入容器中用打蛋器打成细滑的糊状,细砂糖分二,三次添加每次都要搅打,尽量让蛋糊冲入空气,搅拌至蛋糊糊整体发白,蓬松为止,加入蛋黄继续搅打蛋清,则用大致一次一次的加入每次都要搅打均匀, 然后加入可可酱跟牛奶搅拌均匀低分过删两次,然后加入上一步中中用橡胶刮刀拌均匀,将蛋糕糊放入铺油烘焙纸的模具,中振住蛋糕糊中的空气,然后表面用刮刀抹平,焦糖香蕉一次摆放在蛋糕糊表面不要留缝细,撒上核桃碎烤箱, 预热170度中低层40-45分钟,烹饭技巧,烤好后带膜亮亮在温度降下后再脱膜放入冰箱冷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